好继续带来看到因为疫情影响延后举办的2022花年夏恋江年华的演唱会 22号上午在台北举办了记者会 那么宣告7月9号到13号1点5天在东大门夜市来开场 由花联舞团街头灵魂舞蹈教室带来原住民舞蹈融合街舞为记者会揭开序幕 接着由歌手鼓鼓吕思伟、徐富凯以及今年入围金曲奖原住民歌手的吴思爱 为记者会热闹造势宣告2022花年夏恋江年华演唱会 将会在7月暑假在花联东大门夜市热力开场 许起报 2022大叶三年华欢迎延花联 5月9号到7月13号最强的两位五天五夜近在花联 五天五夜天王巨星能够来到花联 尤其是这个克服了疫情的关系 所以在这里来到台北盛大的邀请 尤其是现在在数位年代及科技时代 线上有速度线下更有温度 我们舍弃了远距的邀请 而来到台北来邀请各位表示光临的热情 15年的夏恋江年华国下陪伴了 无论是全国的乡亲或者是我们很多的歌迷 更培植了很多的国际 现在在这个越南中的好手 所以收入亚洲正好的声音尽在夏恋江年华 从第一年我们又用这个slogan 而我想在花联夏恋江年华的舞台上 要登到国际的舞台上及歌台上 我想比比皆是 那是一个成就圆梦的一个基地 更是来到花联享受火车的地方 一连五天演唱会带来五大主题 有嘻哈新势力 全民风K歌 浪漫中夏夜 摇摆金曲乐 以及原名好声音 还邀请到了动力火车 谢金燕 五间琴 毕书静 911 阿豹等众多的星光歌手 轮番开唱 花莲县政府也邀请全国民众 不为疫情 手刀抢购花莲住宿交通 来花莲热闹过暑假 记者蒋邦彦 台北报导 好 好 好